早安慈濟请 今天要带领大家到非洲的莫三比克 了解当地的慈濟志工 最近不仅完成潮山育佛 同时还完成了一项水灾后的大型发放行动 真正做到了分秒不空过 把握机会学习付出也勇于承担 现在就透过连线的方式 邀请到莫三比克的慈濟志工蔡戴玲师姐 戴玲师姐好 主播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戴玲师姐现在莫三比克是深夜12点多 真的是幸福了 把握时间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其实原本要跟戴玲师姐聊的话题是 上个月中的大型水灾后的发放行动 结果就是时机很好很好的姻缘 你们三天前才完成今年第一场的育佛潮山 这部分先来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 在上周周年庆过后 我们就在周日5月5号 来举办大爱农场的一个育佛 那这次依旧是很感恩本土志工全权负责 那我们就是负责叮咛的精神面 那原本呢 这次育佛志工们安排唱着 晋级清晨的无量衣经 一边唱三步一拜 那实在会算错步伐 就改成呼口号 一声感恩 一声忏悔 一声前程再拜 那完成这样庄严的一个潮山 然后之后育佛 是所以从画面中看到就是很克难的环境 对不对 大家还做了一些弹性的调整 那么我知道说在这一场的育佛仪式当中 你们还特别安排了戏剧演绎 然后本土志工都很用心 对这一次我们还是一样以大自然为师 那社区因为没有电 所以我们前一天晚上还在星空下 靠着萤火来排练 那今年因为遇上旱灾又是水灾 那也期待再次来演绎火宅域 来传达保护环境跟进化人心的急迫性 那这个其实前几年演绎过 但是当时很少天灾 但是2019年一代风灾后 那这五年来 几乎每一年大家都感受到 气旋带来的灾害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演绎来温故之心 那其中很特别的是 志工们除了洋车路车牛车 那了解到大白牛车代表 大怨力的大胜头法 那很用心的找那个身材魁梧 的一个高大的社区妈妈来演绎大白牛 来表达很有力量的来接引 无名的众生到彼岸 真的是很可爱也很用心 那其中呢 其中有一个原本没有排到的一个桥段 就是一个小男孩 范迪诺他举手说 我想用这个机会 那我编的一首歌 希望能够献给上人 那其实这个意外的惊喜 却让在场人是很感动 我们听一下这首歌 需要强调整个音乐 然后再吹点赞 松冻 既然能够还献给好 我您一个人的蜃蜂 有一些膻的蜃蜂 又能够一胸蜂 很好 那你们能够一胸蜃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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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范迪諾是我們前線的 亞馬町中學的學生 也是一代的災民 他在幾年參加 志工活動跟共修學習後 他表達說 他很敢上人的教導 其實他以前不懂的 我們要尊重別人 他更不懂的要孝順父母 因為學習後改變自己 家人都非常的歡喜 自己也很感恩 就自己邊詞邊曲 唱出了這首歌 真的是很感動 那這些點點滴滴 也很感恩志工的用心 期待能夠啟發更多自己種子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位小男孩大概是幾歲 真的是膽識過人 對 他15歲 真的是很不錯 而且歌聲很嘹亮 那剛剛戴玲師姐特別提到 就這一次的這個玉佛 我們有演繹了火宅玉 還有大白牛車 真的是看到大家 每一個人共同成就 那當然除了玉佛潮山 上個月的大型發放行動 大家也是克服了種種的困難 這一部分也要請戴玲師姐 跟我們聊一下 那其實這一次呢 原本是大家想聽話 這一次旱災 那沒想到那3月 卻迎來了氣旋後的水患 那其實當時政府也很快的 因為在首都很快的提供 這些泡水的房子的名冊 那其實水都還沒退 志工就很快的 實際走訪 複查 造冊 那這一次也是全權由當地的志工 分組合作負責 那我們就是陪伴丁寧 那也看到志工的承擔跟進步 尤其這次很棒的是 他們用了兩個禮拜的時間 完成將近9000戶的發放 物流租卡車 而且還要面對送貨延遲的常態 然後大家終於這一次 學習隨時調整開會 隨時來討論 其實這跟當地做事的習慣 是有很大的改變 很感動他們的進步 那過去這樣的一個經驗 都要花一整個月的時間 可是這一次愛的接龍 那大家也思考如何提高效率 那行政作業也透過學習 進步很多 那大家一心不忍災民苦 所以真的是很感動 那最主要是我們思考 開始學習如何減災防災 是是是 所以過往這樣的行動 要花一個月 現在半個月就可以了 那其實慈禁人的這份愛的力量 也影響到其他人 有不少當地民眾 也加入了助人的行列 對其實這一次 民眾也捐了不少的物資 那比較特別的是 邀約主流社會 來慕心慕愛 那例如像這位銀行家 迪洛師兄銀行家的朋友 卡羅斯 那很感動慈濟所做的一切 尤其他說又蓋學校 然後天災來了 又趕快即時的發放物資 他主動就在公司裡面 發動幸福 而且還邀約一起來加入 其實很感動 有這樣的一個突破 跟愛的能量 真的 愛的能量 好 非常感恩 戴玲師姐今天跟我們分享了 遇佛潮山 還有水災後的發放行動 感恩戴玲師姐 感恩 感恩 感恩大家